多棟樓房 一个工人被洪水围困 洪水越冲越急 徒生的时间越来越少 工人随手执起木棍走向岸边 情况相当危险 在工友的协助下他终于脱离险境 同样身陷险境 但是这个站在三楼的男人 最后连人带屋被洪水冲走 另外在都江沿中兴阵 暴雨引发山泥倾射 堵塞一条隧道 几百人被困 当地两日来连续下雨超过40个钟 降雨量接近1000毫米 当局有疏散超过300个游客 四川省民政听话 每日暴雨造成145万人受灾 民政部已经向四川紧急运送帐篷 连被盗灾区协助灾民 而气象部门预测 暴雨会持续到星期四晚 无线电视记者陈佩嘉报道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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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